马尔古福音第四章 耶稣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 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跟前 他只得上了一只船 在海上坐着 所有的群众都在海边地上 他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事 在施教时 他向他们说 你们听 有个洒种的出去洒种 他洒种的时候 有的落在路旁 飞鸟来把他吃了 有的落在石头地里 那里没有多少土壤 即刻发了芽 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 太阳一出来被晒焦了 又因为没有根 就干枯了 有的落在荆棘中 荆棘长起来 把他窒息了 就没有结石 有的落在好地里 就长大成熟 结了果实 有的结三十倍 有的六十倍 有的一百倍 他又说 有耳听的 听吧 当耶稣 独自一人的时候 那些跟从他的人 和十二门徒 便问他这些 比喻的意义 耶稣对他们说 天主国的奥义 只赏给了你们 但对那些外人 一切都用比喻 是他们看是看 却看不见 听是听 却听不明白 免得他们回头 而得赦免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 这个比喻 又怎能明白 其他的一切比喻呢 那撒种的人 撒的是 所讲的话 那撒在路旁的话 是指人听了后 撒单立时来 把撒在他们心里的话 夺了去 同样 那撒在石头地里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后 立刻欣然接受 但他们心里没有根 不能持久 极致为了这话 发生艰难或迫害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撒在荆棘中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后 世俗的焦虑 财富的迷惑 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 把话蒙住了 结不出果实 那撒在好地里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 就接受了 并结了果实 有的三十倍 有的六十倍 有的一百倍 耶稣又向他们说 人拿灯来 其实未放在斗底 或床下吗 不是为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 不是为显露出来的 也没有隐秘的事 不是为张鸣出来的 水若有耳听 听吧 耶稣又向他们说 要留心你们所听的 你们用什么尺夺良给人 也要用什么尺夺良给你们 且要多加给你们 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 他又说 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 他黑夜白天 或睡或起 那种子发芽生长 至于怎样 他却不知道 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 先发苗 后土碎 最后碎上满了卖力 当果实成熟的时候 便立刻派人 以镰刀收割 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 他又说 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 或用什么比喻来形容他呢 他好像一粒芥子 种在地里的时候 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 当下种之后 生长起来 比一切蔬菜都大 并且长出大只 以至天上的飞鸟 能栖息在他的阴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 给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 但私下里 却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 在当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 他们遂离开群众 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 带他走了 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 忽然 狂风大作 波浪打进船内 以致小船已满了水 耶稣却在船尾一枕而睡 他们叫醒他 给他说 师父 我们要丧亡了 你不管吗 耶稣醒来 斥责了风 并向海说 不要作声 平定了吧 风就停止了 随大为平静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 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 他们非常惊惧 彼此说 这人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